殡葬业龙头龙岩今年初才席开120桌举办颁奖盛宴 南区的龙智营业处勇夺六冠王 堪称是龙岩年度经济母 但现在半年后整个处全被裁撤 还爆发了上亿元的吸金案 为什么不气 我害了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气 我们六个人背了两亿七千六百万的债 讲到哽咽 这位李先生是南区龙智营业处的营业员 去年才刚加入 但光是买龙岩的生前契约还有转约商品 付出去的钱已经高达了三千三百五十万元 现在却变成负债还还不出来 你一开始你跟我讲说是买去买龙岩的商品 那龙岩那么大的公司怎么可能会出差错 然后他又用那个国税局 说在查账的问题去敷衍我们 那后来我们去查了说 这些完全都是他虚构的 他们指控当初就是南区副总 要他们以高额利息招揽客户 参与投资转约的专案 但近三亿元都是汇到副总儿子的账户 现在却说钱没了 一百三十名客户受害 如果我有错我错在我太相信这个 这一个人 我今天不用背了这么多的债 这位曾小姐就是龙智处的分处长 现在出问题指控公司翻脸不认账 他们表示这个投资模式 大概就是如果客户买生前契约的时候 业务员就会加码推销 木员塔外等等 如果投资一百万元 每个月有百分之十的利息 钱又再拿回去投资商品 龙岩遭控根本是诈骗袭击 我们实际打电话给南区龙智营业处的副总 没有接电话 但根据平面媒体报导 龙岩法务顾问表示 目前龙岩已经和龙智处终结经销关系 甚至已经向新北市刑警大队检举 背负巨额的投资者也自主自救会 怒告龙岩以及副总违反银行法 目前高雄地检署已经在侦办中 都没有接电话